我跟葳葳他 一個都完了 哥哥要拍片囉 好的各位觀眾 相信你們都是看了這支影片的標題 才點進來關心我們 所以這支影片也是要告訴大家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其實哲哲並不是我哥哥 正確來說 我才是哲哲的哥哥 那我們決定拍這支影片呢 是因為我們收到 XX的記者XX小姐 她就是寄Email給我們說要爆料我們 Email上面呢 她就是提到說 她因為透過某種管道 尋線調查到我們 那在他XX的這個信證裡面就有寫說 她有影片可以證明 韋韋才是哥哥 這支Email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授權他們報導 但其實我們認為這封Email 只是在做告知 對 並不是來問我們可不可以 那他昨天也打電話給我們 說他下週三即將上架週刊 那因為哥哥覺得很奇怪 所以就特別將這支電話錄音起來 對 那就是我們週刊記者在XX 下午3點鐘的時候 有在你們住處樓下 不好意思打斷你一下 不好意思打斷你 請問一下 你們怎麼會我的手機 然後再麻煩你另外說一次 你是哪一位 欸不是那個XX 是媒體編輯部記者 XXX 是 然後什麼樣的問題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週刊記者在XX 下午3點鐘 有在你們住處樓下指揮到說 我以為他有透過說出 他才是哥哥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有收集到你們工作室的 離職人工爆料 那我這件事已經拿到確切的證據 那想要通知說我們在4月1號 我週三會上架相關的雜誌 那這邊來電告訴你們一聲啊 你們這樣基本上已經侵犯到我的隱私訊了 你們是怎麼拿到我的電話號碼的 而且你告訴我這些事情 有先詢問過我經濟公司嗎 就是Capsule 嗯 嗯 這次來電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 對這件事情有什麼要的看法 還是說法之類的 我這邊的話 對 我覺得我會在 我在請經濟公司與法務那邊 跟你們做聯繫 好的 所以你本人有需要多做說明的地方嗎 嗯 我不方便回答你的問題 好的 謝謝你 謝謝 是 那電話錄音內容大概就是那樣 是 然後就來今天呢 我們其實也有收到雜誌了 把雜誌寄到 那個Capsule去 OK啊 這個走開 這個就是 他們說要上架的 對 他們就有說下週三 就會在各大的便利商店上面做販售 嗯 哥這是哪時候啊 這個 我記得在某一天 我們要出門拍攝的時候 嗯 然後因為公式上面有一點小磨砂 在家門口啦 這樣子 那我們有跟Capsule討論說 看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那我們覺得 不管用什麼方式 他最後一樣會上架 對 所以說呢 我們一直以來都有一個理念 跟大家說嘛 就是無論任何的事情 就有關於我們兩個 都希望是我們親口跟各位觀眾說 就是給觀眾一個承諾 對 那既然這一次就一定要被報導了 所以不如由我們自己拍一支影片 比較明白 比較清楚的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收集了很多我們的童年資料 還有親朋好友的一些說明 對 也順便跟大家一起回憶一下 我們的童年往事 好那現在桌上呢 就是我們準備了我們兩個人的照片 哥哥好懷念喔 這我們特別找出來一些 好害羞好青澀喔 天啊 你看這邊有很多像是你小baby的時候 欸這個從未曝光過 你看 這張照片 這張是弟弟你剛出生的時候 這個 然後我在你那個嬰兒床旁邊 完全沒有影像 怎麼可能有影像 你看 我們可以模擬一下 哪時候的弟弟比較可愛 但是這時候啦 這時候嘛 再來的話 還有一些像是 你看像剛剛那是你小時候的 剛出生嘛對不對 其實還有這個滿洲歲的 就滿一歲啦 滿一歲的 所以這是慶祝我 那個蛋糕是我的喔 對蛋糕是你的 但是其實那時候只能喝奶吧 我想 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幼稚園畢業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我有表演會 然後你有來參加我的幼稚園畢業點 那我蹲在旁邊看幹嘛 我們知道你很怪啊 跟現在一樣怪 好爛 喔 這是那個 這是舊的 這是還沒有改裝過的外婆家系列 小時候 因為我們常去那邊玩 還要放鞭炮 就我們小時候其實之前 騎腳踏車 就有講過 我們小時候很常去外婆家玩 還有你看像這個 這個你已經舊學時期了 弟弟那時候就會留現在的韓式中分頭 然後這是你考上國中之優班的時候 因為我們為了慶祝 所以帶我去坐郵輪 我們去沖繩 這裡沖繩 然後那時候去坐郵輪 沒錯 我們去沖繩坐郵輪的時候 哇 全家出遊 真的是很幸福欸 幸福的 欸真的很不錯欸 沒想到考上市有班 很多活動真的 都是為了你 謝謝 為什麼我爸媽都沖弟弟 所以你是說從小就開始有那個情節在嗎 所以我現在才要當弟弟是不是 就是在螢幕前面重溫 你沒有當過弟弟的那個感受 所以其實我很辛苦好嗎 有我那麼獨立的弟弟怎麼會辛苦呢 好還有一件事 就你自己這樣 就是我的時候因為去升高中的時候 去美國留學一個月 去Homestay 他們就覺得很擔心 當然很擔心啊 你那時候年紀也很小 其實那時候 甚至要不要讓你去 媽媽都考慮超久的 而且 好像有點印象欸 有一個東西 你絕對不會知道我有留在身上 欸咻 你絕對不知道我有留這個東西在身上 啊 欸 噔噔噔 欸 你還記得這是手嗎 而且 你要小心它有點脆弱 這張超級久 欸那是那時候去好萊塢 我寄回來的明信片欸 對 因為他其實也很掛念 就是因為你那麼少出去 你有沒有覺得很害怕 有點 有點嗎 多少還是會 因為畢竟離家那麼久啊 對 他就有寄了一張明信片給我們 嗯 然後 我一直覺得這很有意義 而且因為你知道嗎 長大之後有些行為就不會再做了 所以這是我人根根唯一 收到你的一張卡片 我是一個很念舊的人 你看長大之後就不會 像弟弟就不會撒嬌了耶 以前還會就是 回來說哥 爸媽 我想你們 之類的 現在怎麼不會 長大了吧 好害羞喔 這個 現在看起來有點噁心啦 現在還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們都大了 好那麼 重溫了一下我們的童年回憶 其實我們在創作這條路上 認識很多的創作者 他們其實都知道我們兩個的事情 他們都很棒的 也很當一個好朋友 幫我們保密了這些事情到現在 因為他們也很尊重我們 希望我們來跟觀眾們講這件事情 是 所以我們也收集了這些創作者們 知道我們事情之後的想法 還有我們還有路媽媽 還有Capsule的主管 對這件事的看法 嗯 薇薇本來就是哥哥 小時候薇薇常常帶弟弟哲哲去買東西 一直都很照顧弟弟哲哲 一開始他們在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並沒有很支持他們這樣的稱呼 不過這是他們的工作 所以我就尊重他們啦 在停照的時候 人事只要說就知道他們 世界關係跟影片上就不一樣 其實大家也不用大驚小怪 大家都還是多多給他們一點鼓勵 他之前到我們就是後宮來的時候 那時候有來拍黑曆時 他休息的時候就有看到 他電腦裡面有一個資料夾 就是以他們過往的影片 生活影片 應該是沒有曝光 應該很久很久 對對對就是舊影片 然後因為打開之後 裡面就是 哲哲一直叫薇薇 哥哥 哥哥 就是薇薇雖然是長得比較 youtky一點 但是其實薇薇才是 哲哲的哥哥 只是因為他們兩個相處的關係 非常的奇怪 所以他們覺得啊這樣子調過來 好像比較順 可是其實你跟他們相處久了 你就會發現 哇靠 哲哲什麼東西都聽薇薇的 其實我們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情 應該是我們在聽薇薇哲哲講之前 就已經知道了 就是我們在youtube運動會的時候 就有聽到哲哲不小心叫薇薇哥哥 那時候就覺得有點奇怪 但後來他們親口跟我們講這件事情 是在我們一起拍那個 交換D.B 對對對 那個企劃 他才跟我們講說原來 大家都不知道薇薇才是哥哥 這件事情 其實薇薇是哥哥這件事情 是薇薇自己跟我講的 大家聽到可能會覺得很驚訝 就是欸 怎麼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youtube的生態 就是這樣 我們常常為了達到觀眾想看的那些目的 去設定自己 爆料出來誰是哥哥誰是弟弟 這件事情根本就沒什麼差 等一下看如果換成載瑞的話 誰在乎 其實只有少數的好朋友知道說 薇薇是哥哥 對 我以為是哥哥 但其實說真的啦 我覺得薇薇比較適合當弟弟 因為他真的很幼稚 對我來說 我覺得哲哲的個性比較成熟 還是因為他是水瓶座的關係 就是他感覺理性的一些 加油我覺得做自己沒有錯 因為我覺得當初可能會想跟大家開玩笑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是不用想太多 哥哥弟弟應該算我們一樣還好 不是 因為我們是在同一台裡面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平背 他們那個假不了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兩天緊急收集的一些證據 主要是想要讓各位觀眾們親口得知 我們告訴你們的資訊 也履行我們頻道一開始的承諾 很抱歉是以現在的狀況來跟大家訴說 其實在事情發生之前 我們也有跟Capsule討論過 那公司認為說沒有必要拍影片 但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我覺得我們還是有我們親口告訴大家會比較好 沒錯 好啦 今後呢 弟弟 我們就以全新的皇室兄弟 來面對大家好不好 那大家會不會不習慣 我相信大家會慢慢習慣好不好 好 大家記得訂閱 加入頻道會員 以及開啟你的小鈴鐺 那我們一起當一個有溫度的人 也可以注重我們的Facebook跟IG Facebook跟IG 追蹤喔 那皇兄弟 下次見 掰掰 拜拜